今天要教大家的就是如何为客户做上洗脸的示范 以下是所需要准备的工具及产品 首先我们先为客户套上头巾 在套上头巾的时候记得别把客户的耳朵给关上了 之后只要轻轻地往后拉即可 再为客户套上围巾以避免弄湿他的衣服 准备好了之后在还没有为客户洗脸之前 记得拿一面镜子给客户照照之前的样子 来Pagin 你拿看这个镜子 这个就是你在洗脸之前的样子 等于是洗了之后会很大的不同的 然后也记得拿起你的手机或者是照相机 为客户拍下之前的样子 Pagin 现在我开始跟你洗脸 第一个步骤我会用这个眼部卸妆液为你卸妆 这个眼部卸妆液你只需要用两个化妆棉 然后你递上五滴即可 这个眼部卸妆液是很温和不油腻的 然后就盖在我们的双眼上 溶解我们的化妆之后 轻轻地揉 从内轻轻地向外拉 记得不要太过大力地拉扯 否则会出现细纹 Pagin 你张开眼睛 看看这个镜子 肮脏的这一面翻过来 清洁的这一面就轻轻地盖在我们的嘴唇上 轻柔之后也是轻轻地向外拉 就可以把口红卸掉了 好Pagin 现在我帮你做第二个洗脸的步骤 第二步骤呢 就是用这一罐东西 叫做我们的洗脸奶 这个洗脸奶奶是微粒的乳化技术来的 然后呢 它是不油腻的 很舒服 很温和 然后就算我们没有化妆 还是一样可以卸的 因为我们脸上会有灰尘妆 你大概暗处这样大 这样多 然后脸干干 手干干的时候 你分别的均衡地分在两只手 然后开始从我们下巴轻轻地打圈向上 打圈向上 当你这样子在打圈的时候 皮肤内所有的黑头粉刺都会被软化掉的 等一下你在用洗脸霜的时候 然后就很容易地去除掉黑头粉刺了 然后上额头 这个洗脸奶奶也是一样可以 洗我们的这个眼睛周遭的 大概揉几圈呢 三圈左右 大圈 上笔梁 上额头 然后加一点水 乳化这个清洗脸奶奶 同样从下巴轻轻地打圈向上 倒脸颊 倒鼻梁 倒额头 带过眼睛 然后就可以把它洗掉了 然后就可以把它洗掉了 洗的时候从眼睛开始 擦拌向旁边拉 不要太大力 不要拉直到皮肤 这样子 就已经做完了这个卸妆的动作了 所以Peggy 你看眼睛 看镜子一下 你看你的皮肤 已经开始发亮了 好Peggy 现在我开始跟你洗脸 第三个步骤 就是用我们这一支 Double Cleansing 这支Double Cleansing 这支Double Cleansing很特别的 它是完全没有那个SLS泡沫剂的 所以你需要拿一个网 然后打上一个小颗斗粒 它才能够起泡的 因为它没有SLS 所以它非常的温和 而且它的这个微粒泡沫 是市面上只有我们的产品才有的 你只要拿这个泡泡王 轻轻地这样子搓 它就会起泡了的 然后等一下把这个泡泡洗上脸的时候 它可以做出那个 深入清洁的功效的 那就是这样子 你看 很漂亮的 它的泡泡 好像做蛋糕这样子 然后你倒肿下来的时候 它是不会掉的 就是这样 好 现在我开始跟你洗脸 只要把它均衡分在两只手 你闭上眼睛 从下巴轻轻地打圈 向上打圈 从下巴打圈 倒到双峡 然后倒笔梁 然后就到颜色 然后就到颜色 之后就带过眼睛 也是同样洗三到五千就可以了 下巴 倒双峡 然后倒笔梁 到颜色 到颜色 带过眼睛 下巴 到双峡 然后到笔梁 到颜色 带过眼睛 就是这样 最后才在鼻子的这边 轻轻带过 即可 我现在帮你擦掉 还是一样擦掉的时候 要从眼睛先擦 避免你张开眼睛的时候 这些泡沫会跑进眼睛 然后再擦额头 好 擦鼻梁 然后双峡 然后就下巴 再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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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概洗三到五片之后 直到脸部的泡沫全部洗净了 就可以了 眼睛 额头 鼻梁 脸 脸 然后就到下巴 嘴唇了 眼睛 额头 鼻梁 脸 脸 然后就到下巴 嘴唇了 有没有 你看你的脸 张开眼睛 Peggy 看看镜子 你看你的脸 现在是很清洁的 因为她做了深入清洁的动作 Peggy 现在我帮你做第四个步骤 就是使用这一瓶 深入清洁 它是市场上唯一用水状来去脚脂的 而且它在不痛 不红 不痒 不肿 跟不脱皮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把我们皮肤上的那些脚脂去除 所以你只要拿上一个 绿 然后呢 就滴上巴 之后 只要你轻轻地 往上拉 轻轻地往上拉 它就可以把我们的脚脂 全部都去除掉了 然后皮肤就会变得白皙亮丽了 就是这样 轻轻 往上拉 就是这样 你看看 所有的脚脂都被去除掉了 好 现在Peggy 我要帮你做第五个步骤 就是用我们的这一支 浴霜 它是双效的按摩霜来的 它是面膜也是按摩霜 然后 你只要 按出 这么多 你看到红色一粒粒的微粒吗 这个市场上 是唯一有这个红色微粒的 这一个科技的 它每一个红色微粒里面 都包含着人参精华液 跟Vitamin A 所以只要你轻轻地 涂上我们的脸颊 均衡的粉 涂上脸颊 然后呢 你打圈 均衡地涂在半边脸上 眼睛也是可以涂的 双下巴的胃也要记得涂上 打圈涂上了之后 均衡了之后 就放出大概10到15分钟 让它慢慢的渗透 现在在等着这个面膜渗透的时候呢 然后我就先 关掉这个Ethernal Beauty 方便等一下使用 然后利用这个时间 给你解释一下我们 艾康全方位美容的发灵 Peggy 现在你脸上的面膜已经渗透了 所以呢 我开始要跟你做第六个步骤 就是用我们的Ethernal Beauty EB来做按摩 刚才我们有打开 让它热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开回 10分钟全满 所以等一下帮你做按摩的时候呢 我就会呢 帮你做四个点 就是耳朵后面 第二个点就是我们的耳朵中间 第三个点就是我们的太阳穴 第四个点就是我们的硬糖 每一个点我都会帮你停五秒 每一个步骤会帮你做五次 所以你现在先把眼睛关上 我开始帮你弄 好 第一个步骤就是从下巴 轻轻拉 拉到耳朵后面 停五秒 一 二 三 四 五 重复多一次 从下巴 轻轻 往上拉 拉到耳朵后面 二 二 三 四 五 再重复多一次 从下巴 轻轻往上拉 拉到我们的耳朵后面 三 二 三 四 五 再重复多一次 再重复多一次 从下巴 拉到耳朵后面 四 二 三 四 五 最后一次 再重复多一次 从下巴 轻轻的 往上拉 拉到耳朵后面 五 二 三 四 五 三 二 三 五 二 三 五 五 再重复多一次 第三个 第三个穴位 就是从鼻翼旁边 轻轻的拉下我们的太阳穴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重复多一次 从鼻翼轻轻轻轻轻拉到太阳穴 二 二 三 四 五 再重复多一次 再重复多一次 从鼻翼的位 再轻轻拉下我们的太阳穴 三 二 三 四 五 再重复一 拉到太阳穴 四 二 三 四 五 最后一次 从鼻翼这边 拉到太阳穴 五 二 三 四 五 好 做最后一个穴位 就从鼻翼的位打圈 轻轻拉上鼻梁 停在我们的硬堂 一 二 三 四 五 往上拉 额头的位全部都往上拉 然后再重复多一次 从鼻翼的位轻轻打圈 拉上鼻梁 停在我们的硬堂 二 二 三 四 五 然后我们向上拉 额头的位全部向上拉 再重复多一次 鼻翼的位打圈 拉上鼻梁 停在硬堂的位 三 二 三 四 五 再重复多一次 鼻翼的位打圈 再重复多一次 鼻翼的位打圈 轻轻 拉上鼻梁 停在硬堂 四 二 三 四 五 然后额头全部往上拉 最后一次 再从鼻翼的位轻轻打圈 拉上鼻梁 停在硬堂的上面 五 二 三 四 五 然后全部额头往上拉 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的这个双下巴 就从这里 轻轻的 拉去耳垂听五秒 一 二 三 四 五 重复多一次 二 二 三 四 五 五 再来 三 二 三 四 五 最后两次 再来 四 二 三 四 五 最后一次 从我们的双下巴位 拉到我们的耳朵后面 五 二 三 四 五 半边脸全部按摩好了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Eternability关上这个电源 Off掉它 轻轻的打拳按摩在我们的眼睛 记得不要太大力的拉扯 轻轻的往上推 轻轻的滑下 也是一样做五次 向上拉 然后轻轻往下 第三次 然后再向上拉 再轻轻往下 第四次 再轻轻往上 再往下 第五次 好 现在我们的这个按摩步骤已经做完了 所以就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还是一样从眼睛开始擦拭 开始 然后额头 然后就鼻梁 然后就脸颊 然后下巴 好 这个步骤清洗完毕了 现在我帮你做第七个步骤 就是使用这一瓶 Balancing Lotion 这个Balancing Lotion 它是本身可以帮我们平衡我们的BH值 然后提升我们皮肤的防卫能力 所以你只要拿一片的这个 Cotton 然后滴上巴底 然后轻轻的敷在我们的脸上 轻轻敷 轻轻按就可以了 现在我帮你做的是第八个步骤 就是涂上我们的眼霜 艾康的眼霜总共有两种 一支是Restructuring Eye Essence 为鱼尾纹 皱纹细纹 另外一支是Eye Recharge 是为黑圆圈 这个Eye Recharge 是用在早上的 另外一支是用在晚上的 这两支眼霜本身呢 都是全球最首创的这个水晶态 它拥有导航的这个系统 它可以快速消除我们的黑圆圈 皱纹细纹跟鱼尾纹 所以现在我开始用这个Recharge 你只要用无名指 挤出这个适当的分量 然后在上眼简跟下眼简的位 分别分三地 然后涂茶均衡 之后在我们的下眼简的内侧 中间跟尾端 平均按三秒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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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完成第二个步骤 用我们的无名指跟中指 像剪刀方式 从眼睛内侧向外拉 轻轻的向外拉 也是做三次 二三 最后一个按摩眼睛的动作 就是在太阳穴的位 重复向上拉 就可以把所有的眼霜都吸收了 现在我帮你做的是第九个步骤 就是涂上滋润爽 我们的滋润爽有两种 第一种是日霜 Essence Cream Lotion 另外一种是我们的晚霜Excellent Cream 这个日霜本身是清水性、清油性 滋润跟营养都合一的乳化剂 它很滋润 可是它不油腻 晚上的这个Excellent Cream是涂在晚上的 它拥有四个Genestis 4倍的那个能量 拥有16种氨基酸 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修复 所以现在帮你涂上这个日霜 只要你导出适当的分量在我们的手背上 然后均衡地分配在我们的脸上 就在我们的下巴 双瞎 然后我们的鼻子跟我们的额头 然后才均衡地涂茶 这样子就把日霜完全均衡地涂茶在我们的皮肤上面了 记得别开眼睛 不要茶 好 我现在帮你做的是第十个步骤 就是涂上我们的防晒 就是这一则SPF50然后PA++++的 它可以帮助我们对抗UVA跟UVB 全面性帮我们做防晒 而且它不浓稠 只要你摇摇 在你使用之前 然后导出适当的分量在我们的手心上 之后均衡地涂茶在我们的脸上 就可以了 记得在涂茶的时候也是一样 别开眼睛 不要茶 茶均衡之后 它就可以全面性帮我们做 防晒了 最后PEGGY我们做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之前跟之后的分别 来你拿镜子看一下 哇 你看看 这边脸是完全结实上去了的 而这边脸还是仍然是下垂的 然后你笑笑看 你看 这里嘴角是向上扬的 这个是向下的 你看区别很大 然后这个鼻孔是比较小 比较提升的 这边鼻孔是比较跌了的 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的眼袋 你笑一下 继续笑 那你看 这边眼袋减少了 这里是两层的 然后眼盖也是一样 这些上眼剪也是一样 这个是完全提升的 这些是向下垂的 后面还有阴影 然后你整体上看来 整个粘 这边是斜上来的 瓜子粘 而这边是打痕去旁边了的 这整块肉是吐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的效果 来 现在帮你拍一张照片 来看看跟之前的有什么分别 好 这边的美衣服 或者是 simulatedが 很多痕迹 或者是对内衣服的 必须需要センサイ 还是不变 这边的效果 就完成了 一段时间